《找寻生命之神》 现在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找寻生命之神》 这方面本来就很简单 但是因为人类太复杂 把它搞成很复杂 本来不会死 但是讲那个那个 结果后来被吓死 事实上这都是人类把它复杂了 把很单纯的事情变成很复杂 所以现在不得已又要透过一些语言文字 协助大家回归单纯 协助大家回归到真理实相上面来 所以也请各位要有点耐心来听 我讲耐心就是说 因为本来可以不必讲 因为真理实相本来它就是 法尔如斯这样在运作 它本来就是如此 但因为人类被关系错落观念之间 所以不得已你要重新来认识真理实相 至于这方面 很多人他用毕生的经历寻找了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信仰一生还是一样 不容易真正的找到 还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之间 而没办法说真正的与之合一 真正的找到很不容易 有的更离谱的 变成一直要修修修到三大阿僧七戒 眼前就存在的真理实相 当你观念之间错误之后 你就要修个一百亿年 就是这样啊 主要就是因为观念之间的问题啊 你把很单纯的事情变成很复杂 结果让事情越来越复杂 然后你就在那里 每晚没了的枝流末节 在那里一直寻找各种方法来解决 而不知道说本身自己就在制造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回归单纯 找寻生命之神 大家要扣住几个核心要领 扣住这个方向去找很快 大家就可以清楚了解 而且呢 你才能够真正破除盲信迷信 你也才能够真正的安心自在 好 现在我们透过幻灯片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这张幻灯片 找寻生命之神 我的背景用的是什么 大自然 天地 一般人不知道天地父母是什么 甚至还在一直在否定 这个就是天地啊 这张幻灯片它就是真正的天地都包容在里面 如果没有天地父母的养育 你我怎么可能活着呢 这就是天地父母在养育所有的子女 我们现在进入课程来看 孔子曾经说过 招文道细史可也 问题是我们年轻时代也学过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 老师也只是从文字上面去解析 结果大家还是一样 都只是变成为名词名相抽象的理解 孔子又说过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可离非道也 以前真的文字上你都懂 但是真正的深意很少人能够真的了解 所以以前一样搞不清楚 为什么道不可虚于理可离非道也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孔子这么伟大的人 他能够听闻道道了解道道以后 竟然他可以了悟生死大事安心自在 所以经过蛮漫长的寻寻秘密 为了找道求道修道密道 不断的上山下海去找 这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所以这一张只是把前面的 我们再让大家看一下 一般信仰的神佛菩萨 大家要了解 有形的神佛菩萨都是道之子 当然以前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过 是我后来体会到真理实相之后 才破除种种的隔阂障碍 看到实相之后 终于把它归纳出来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 来请大家一起大声朗声一遍 孔子 道也者 不可虚于理也 可离非道也 生命之神 是每个人生命的源头 也是生命究竟归一处 过去生我养我 现在未来也都如此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没有他生命就不存在 找到他与道合一 生命才会真正大安心大自在 这是所有宗教所有人的终极目标 道 平等对待所有人 所有宗派 宗教 种族 不是信或不信的问题 是明或不明的问题 不明则已被告而始 遭来冲突痛苦与灾难 明则顺天之道而为 自然封条与顺 国泰民安 生命之神 未显向的就是虚空宇宙本体 生命之神显向出来 太阳地球土地流水空气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草植物树木 生命之神五谷杂粮食物空气水阳光大地地球就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衣食住行全靠他 食衣住行全靠他 你要把那个吃饭摆在优先啊 每一五穿还不会 欸 你们是讲衣食喔 我们都是讲食衣住行 欸 孔子也讲民以食为天呢 OK 这两章让大家一起朗诵过 你们就比较清楚 为什么一般人找不到到 找不到生命的究竟归处 如果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或是席克教任何宗教的 他们从了解这个实相之后 从这里去找寻上帝就容易了 就很快了 如果德雷莎修女她把这两章好好的消化 好好的去去体会去求生求生 她就很快能够与神合一了 我讲的是实相 只怕你被宗教的信仰把你局限住 那个观念局限住之后 你回不了大自然 回不了平反平死平淡 这样你就很难找到 会一直停留在信仰的层次 因为孔子已经把这个实相都讲出来了 我们现在陆续来探讨 你要找寻生命之神 现在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了解之后 我们再来看 请大家扣住 前面这句话 生命之神 必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是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是每个人生命的源头 是生命究竟归一处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没有他生命就不存在 你说法身会病很抽象 你如果你的这个生命体不存在 你的法身会病也不可能存在 这个生命体当然是包括 有形的肉体跟心灵 要知道你的生命 你要来到解脱自在 你必须很清楚的了解 我这个生命是由什么 主而成 从哪里来 生命的实相到底是怎么样 生命的究竟归处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真正要安心 心自在你一定要扣住 这个生死大事 攸关生命这个大问题 深入去探讨 你整个人生最珍贵最重要是什么 是生命啊 有没有什么还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 有没有 没有 来 如果你觉得有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 请你讲出来 有没有 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 所以你真的要安心自在 要了悟真理实相 要扣住 攸关生命的这个核心去探讨 如果你的所有修行跟生命 跟你这个了悟生死大事 跟你这个生命无关的话 那些就是属于所谓的方便法 如果你的修行是扣住 攸关生命生死大事 那你就很容易找到 所谓的 涅槃彼岸 找到所谓的真正的道 真正的家 来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前面这个是让大家对比一下 有的人认为说 我生命中那个爱情最重要 伴侣最重要 你自己眼里面的这个一个角色 你想如果没有了另一半 你生命会不会死 我跟你讲 如果有爱人或是有老婆同在在这边的话 你要小心讲 在恋爱结婚在一起 大家觉得很幸福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 没有你我会死 好啦 当时听起来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到后来 当吵架几次之后 结婚前是没有你我会死 后来吵架几次之后 你赶快离开 我看到你我想死 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参考 因为很多人都经历过 恩爱甜蜜的时候 当然很甜蜜 如果说你就是我的生命之神 你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 我生命全部都给你 你笑很大声的人就是因为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爱情很重要 另一半很重要 好 来 你生命中你认为最重要的元素 当有一天它离你而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死掉 我会死 难受而死 难受而死 那是你自己要找苦受嘛 对不对 好 希望大家深入的去了解 我们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 我不是说它不重要 是很重要很重要 好 你把它摆在第一顺位 最重要 不错 很好 最重要 那我们进一步要来探讨 你生命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人物 当它离开你或是当它死了 你的生命还是会存在 没有它 你会不会真的死掉 会不会 不会 是假的死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了解 虽然你很爱很爱 但是它跟你的生命 还是不完全相同 没有这个元素 把它分开 没有另一半 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再来 有的人他把生命认为说 我的生命就是以赚更多钱为目的 为目标 把生命锁定在赚很多的钱 好 当有一天 你所累积的钱离你而去 你没有了那些钱 你会不会死掉 会不会 还是不会死掉 还是不会死掉 有的人他就一直在累积金银财宝 认为金银珠宝这个多珍贵多好啊 我用生命去保护 如果有人要抢他的这些珠宝的话 他会用生命去抵抗 那这些珠宝离你 离你而去 你会不会死掉 不会死掉 再来 这些珠宝 它在养育你的生命吗 这个能吃吗 吃了反而会死 对 所以你看那些动物除了人之外 人才会去用这些那些动物 他们很聪明 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去用时间 用精神去累积这些 对生命不是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大家要慢慢去厘清 当然这些可有可无 有你就把它拿来跟众生结善缘 甚至把它变成可利用的资源 然后去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也可以 但不要把它变成为你的生命 就被这个吸附住 有的人他就进入各种宗教信仰 认为某某神很灵 某某神很重要 好 这些神这些灵 如果没有他 我们会不会死掉 不会 所以孔子讲 道不可虚于离 可离非道也 所以希望大家慢慢的去厘清 慢慢的去了解 什么叫做身外之物 什么叫做方便法 什么叫做助缘 我并不是说你的爱人不重要 或是身外的钱财不重要 我并不是这样讲 而是说你要清楚了解 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 没有他 没有这些元素 你会死 什么是你生命中很重要元素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 你还是可以活着 你清楚的去分析之后 慢慢你才会厘清 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 你才会找到真正的究竟法 很多人见到这个像 就觉得很庄严 然后恭敬 当然这样是不错 信的人就会恭敬他 不信的人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雕像一个石头 好 你信 你拜他感恩他 问题是 有一天如果这个像拆掉 这个像毁坏掉 那你生命会不会死 请大家要带入 现在扣住我们生命的核心 没有这一像元素 我会不会死 你才会找到真正的道 如果信仰天主信仰上帝的人 你也扣住这样的核心去找 你就可以很快找到真正的上帝 这个是在四川峨眉山 建立超大的那些像 很多人觉得这个像越大好像越灵 你认为他对你的生命可能很重要 很重要的像 但是这个像它本来存在不存在 它本来没有啊 本来不存在啊 它现在因缘具足之后形成 形成了好 以后有一天它一样毁坏掉 你的生命还是一样活得好好的 所以很多人你不了解的话 你会一直的执着在各种像上面 各种形各种像上面 而忽略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无形无相 包括跟我们生命最密切的关系 所以大家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探讨 这些一般众生认为很重要 信他的人认为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 如果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 如果消失了不存在了 或是你不信他根本不信他 你很信但是他不存在了 你的生命会不会马上死掉 所以希望佛教界能够真的回归佛陀的本怀 来到了悟真理实相 修行的人也希望能够来到了悟真理实相 不要一直停留在各种偶像崇拜 迷信信仰 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不管你有没有进入各种宗教 或是认为有神或是无神 我希望每个人你真的要安心自在快乐 你要探讨到什么是生命之神 因为这个不是迷信不是宗教信仰 是攸关于我们能不能了解生命实相 了解真理实相 攸关我们能不能来到真正的大安心大自在 所以北传佛教地区 通常大部分都是在各种像上面的抓取执着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看 这个你认为很重要 但是它本来存在吗 不存在 有一天它毁坏掉 这个也曾经被毁坏掉 这都后来再修补上去的 这个跟你的生命有没有息息相关 有没有说不可蓄于理 你来这里观光也是只是几十分钟几小时这样而已 没多久你跟它还是离开 有的人就认为说我们要求生什么世界 求生什么世界 那这个世界跟你现在是完全合一还是离开 如果是分离离开的话 那就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了 所以会跟你生命离开的分离的 就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 大家好好的体会 道不可蓄于理可离非道也 南传佛教他们很认真修行 但是把他们那个生命都聚焦在这个佛像上面 释迦摩尼的这个目标上面 当你一直聚焦在这个上面之后 你外面的你就很难听得进 很难看得到了 当你聚焦在这个像上面之后 其他宗教所讲的法你听不进 其他宗派所讲的法你听不进 被传佛教所讲的你也听不进 禅宗所讲的你也听不进 当你被这个像局限住之后 它就会形成这样 本来释迦摩尼他就希望我们不要 执着在各种形象上面 要来到了悟真理实相 尤其是金刚经 那更是要我们破除各种相 金刚经里面一样有提到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还有金刚经里面一样有提到 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 你看凡是以色见我 从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来找真理 从声音上面要去找固定的一些声音频率 要去找真理 凡是以色见我 以声音求我 然后不断地在那里祈求祈求祈求 像这样的话 你看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 佛陀本来就是希望大家 你不要执着在各种相上面 不要搞迷信 这样你才能够看到真理实相 这些以前我也都经历过 都学过 南传 北传 禅宗各处 道场都去参访去学过 可是修道后来还是一样 很难很难来到安心自在 虽然我下过很多功夫 但是到后面最难突破的还是 对佛的抓取 对法的抓取 对佛的依靠 因为人家都跟我们强调 你要能够生逢有佛注释 这个是多难得的 现在有什么佛佛 那你要赶快 好啦 我们也这样去做啦 可是到后面一样 修道很苦 修道快没病 还是一样不得安心 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说 佛是我们的究竟归于处 你死了之后 你的生命要归于哪里 难道你在旁边贴章 我在这里 然后我紧紧追随着 我就靠在你旁边 我这样就安心 希望大家真的要了解到 佛法里面的深意 真理 实相 要了解佛经里面的深意 才能够找到真理 实相 这个是修道的人 现在修道的人 一样啊 很多人他们一样 在那里诵经 在做各种仪式仪轨 怎么样认真去修 但是修道人一样 很难突破这些相 一样啊 他们认为说 老子是他们伟大的祖师 那结果呢 这个伟大的祖师又变成了 他们很难突破的相 我们立这些相 本来是要让我们见显施起 让我们感恩 用意是不错 但是当变成为一种相的执着之后 你就很难超越 再来这是天主教 天主教堂 很多教徒 他们会来到教堂里面 来跟心中的神上帝沟通 这个都是众生在追求 心灵的净化 跟安享安宁的地方 本来用意也都不错都很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说 只有教堂内才有上帝 出了教堂就没有 那这样就很可惜 像他们 这样在跟心中的神上帝来沟通 他们已经超越一般形象了 你要超越一般形象 来跟无形无相来沟通 这个已经是大大的要进一大步了 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上来了 但如果你认为说 只有教堂里面才有 教堂外面没有 那这样就蛮可惜 因为真正的道 它是变一切处存在 如果你认为说 上帝只有在教堂里面 出来外面没有的话 那变成道 上帝就可以跟你离开了 可以离开的话 孔子就讲 那个就不是 可离非道也 你把那个道 孔子所讲的道 你把它跟上帝 真主 天主 把它连接起来 你就可以了解 在教徒心目中 教堂是最神圣的地方 当然 这是很多人恭敬恭奉 包括来这里找寻安心很重要的圣地 这个我们不否认 确实它可以发挥很大的功效 一个清静神圣的地方 确实对众生有很大的帮助 这间教堂它本来存在吗 本来有吗 有没有 本来没有 那你本来没有 那些居民百姓怎么办 难道他们就死掉吗 不会 只是心比较不安 内心比较会恐慌 有这个教堂 可以让他们比较容易 有个目标 可以来这里净化 可以来这里跟心中的神来沟通 可以来诉苦 可以来忏悔 所以对众生有所帮助 那这样这个教堂 它就发挥它的功效 但要知道 这是一个究竟法还是方便法 方便法 这就是所谓的方便法 有 对众生有帮助 如果没有 众生也不会因为没有这个而死掉 所以包括回教的教堂也是一样 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来理解 这些就是让教徒们 有一个方便聚会 跟净化心灵的地方 如果你认为 只有在教堂里面才有真主 教堂外面就没有 那这样就很可惜 如果你能够说 我来这里是可以充电 可以让我更加提升 就好像说 你们来精进用功 可以更清楚了解 然后进一步 可以来到我随时随地 都跟真主合一 那这样就非常好 所以希望大家 要正确清楚的了解 那个定位 面对这方面呢 以前真的是上山下海 到处都去残血 到处去修 但是当我用生命去修 修到后来 剩下半条病快没病的 内心还是苦啊 还是不安啊 还是苦还是不安啊 用过很多的方法 当你真正面对生死大事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身外的那些像 帮不了帮 还有各种经典 各种方法 帮不了帮 顶多就是像个 麻醉剂止痛剂这样 没办法说 真正让你安心 以前一样啊 我一样在五蕴身心上面 下过很多功夫啊 怎么样去看无常 怎么样去看绝兽 怎么样去用各种法 去应用 这些我都经历过啊 都学过啊 但是当真正面对 要死亡的时候 攸关生命 没多久可能就结束 你才会体会到 内心深层的不安 因为那些佛像 他没办法让我生命皈依啊 那些法门 我怎么样皈依这个法门呢 我生命要 最后要回归 我怎么样皈依这个法门呢 我怎么皈依一个宗派呢 那都是一个很抽象的 如果说 我们就是要来到治医子啊 那你就是要回归 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 那你自己本身都快死亡了 你自己本身又怎么能够成为 自归医 自己回归自己呢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方面 我都下过很多功夫去探讨 因为在我生命中 就是两次出现过 攸关生死大事 有一次是在年轻时代 当学生会主席的时候 那一次经历生死大事 让我参透名利而放下 那是学生时代 这个过程以后有因缘再跟大家分享 后面就是修行修到后来 真的快要死亡 所以发现我这么精进用功 这么努力修到生命都快没了 我内心还是苦还是不安呢 这是一个表征 还是苦还是不安呢 你说生命究竟归处在哪里 你说在某某大师上面 某某大师我如果生命死掉 我怎么归于他 怎么回归 孔子也讲过 道不可虚一理可离非道 这个什么大师他在我身外 当我死后他也不会跟我一起死 就算很讲义气跟你一起死 然后仗在一起 你安心吗 你甘心吗 还是不甘心不安心的 修行求法这样几十年 要找那个真正生命的究竟归处 要了悟生死大事 真的很不容易 修到后来快没病 一场九二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终于让我看到 哇 终于从那过去的认知 因为过去认知都是别人跟我们讲 经典跟我们讲 别人怎么说 大师怎么说 但后来发现那些跟你真正的生命 能不能大安心大自在 还有生命究竟归处 真的不一样 差很大的距离 让我看到这些神明啊 里面的很多的神明啊 本来就在保佑苍生保佑众生啊 但是一个大地震来 哇 它们本身保不了啊 保不了你怎么保佑苍生保佑众生 那时候啊 因为九二一大地震在台湾 南投最严重 而南投是台湾很多大道场聚集的地方啊 他们也常常在做法会啊 什么消灾啦 怎么样啦 怎么样啦 但是当大地震来之后 很多的大道场都毁灭掉 而且死了不少人 所以从里面啊 我去缠透 什么叫做方便法 什么叫做究竟法 终于九二一大地震 让我醒过来 才看懂这一部《无知天书》 因为法界大师现身说法 才让我看懂这一部《大地风云经》 才让我超越各种经典 语言文字去看到实相 才让我看清大自然的启示 看懂活生生的法 从此之后就是设法跟众生来回馈 来协助众生了悟真正的真理实相 了解我们真正的生命之神 当我看懂看到了活生生的法之后呢 我再回来看《道德经》 因为以前对于到底是什么 还是很抽象 很抽象 总是在法门上面 在那里精进用功 在那里正思维 在那里消化 在五印身心上面 在恭敬法 恭敬经典 恭敬善之士 都是在这个上面 但是《道》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真正引领我去勤政 内心苦不安 结果后来 当我深入去探讨了解《道》是什么之后 才体会到 道德经所讲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生意 一方面了解到 一方面才真正去看到 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以前对于天主 觉得很抽象 因为我也问过神父牧师 也问过那些教徒 但是没有人能够清楚告诉我 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 一种概念 一种信仰 好 当我看懂真理实相之后 看懂活生生的法之后 才体会到 原来老子所讲的道 跟天主教基督教 所讲的天主 完全是相同 完全是一回事 跟所谓的回教所讲的真主 原来都是要找寻那个万有的源头 以前还没有穿透 语言明像经典的时候 觉得这些还是一种概念观念 当我们了解真理实相之后 看到实相之后 你就知道原来各个宗教 所追寻的那个终极目标 原来是相同 原来五教同源 那个不是思想 不是一种空洞的观念 而是真正的 五教本来就是同源 不止五教 万教 同源 都同个根源 包括佛教 佛教所讲的空 以前都被引导在那里 空性 无际空 或是空无边处定 以前都是被引导在这方面 但是 当有一天 体会到真正的空空的奥妙 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空中生妙有 原来这里所讲的佛教就这么一句话 空中生妙有 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上帝创世纪 就是老子所讲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完全都是些相同 也是儒家易经所讲的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完全都是一回事啊 你了解之后就会无争 来 请大家好 提会这一句话 你真的看到实相了解之后就会无争 所以佛教就有一句话 叫做入空细论 你真的体会到空 那个不是在经典或是头脑里面所想 在哪里什么空性 在哪里解析什么不是啊 你真的去看到实相之后 各种细论就消失 原来空就是无极啊 佛教所讲的空生妙游就是这些啊 上帝无形象 所以为什么教堂里面 天主教还有回教的教堂里面 都不立任何形象 他们就是已经直接要扣住那个无极 扣住空来感恩来探讨来了解 所以要知道这一章一样是在告诉我们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 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宇宙万有不断的生生不息 那从哪里来呢 从无极从空从道 从宇宙的本体 至于宇宙这个本体它有没有名称 本来没有名称啊 这个宇宙的本体它本来没有名称啊 你要把它称呼什么都可以 所以不同的宗教就有不同宗教的说法 但如果你不了解实相的话 你变成一种信仰 那你离开了实相之后 这个信仰就容易变子了 所以我很赞叹佩福老子 他竟然能够把宇宙的实相 空到宇宙的本体 做那么详细具体的解析 哇 当我看到这个佛生生的法佛生生的真理之后 我再回来找各种经典出来印证 才看到原来各种经典 他真正的核心讲的都是相同 名词名相不一样 叙述方法会有差异 但是所讲的核心竟然都是相同 所以我在深度去了解老子 原来老子所讲的 他体悟的让老子大招的就是大地风云经啊 他看了大地风云经之后 然后了悟宇宙真理实相 所以才归纳出道 宇宙的运转法则 道的重要跟德的重要 以前不清楚不了解 认为那些八卦 就只是一些算命的人 他们拿来在那里算命的 看地理风水 但当你真的了解大地风云经之后 你来看你会赞叹老祖宗这么高的智慧 把宇宙无智天书最大的奥妙真理实相 用一个图案就把它诠释出来 一般人看不懂 结果当你看懂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这个都是在叙述宇宙生生不息的奥妙 而且这个都是在协助我们去 献观大地风云经 体悟天地父母恩 你看哦 这个是太极图嘛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八卦 八卦里面所讲的 这是什么 前卦就是天啊 天 地 风 雷 水 火 山 海 福西化八卦 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 他就是现观大自然的变化 然后告诉我们 大自然跟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 以前释迦牟尼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现观大地风云经 然后才归纳出宇宙的真理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老子也是一样 孔子接受老子的指导之后 孔子也是一样 来到 以大自然为师 希望大家 透过我们老祖宗的一些简单的图样 然后去看到宇宙的奥妙 原来八卦里面所讲的就是整个的所谓的大地风云经 而且易经就在告诉我们 八卦就在告诉我们 所有的众生就是由这整个天地孕育出来 这个在道家的寺庙里面都有这样的图腾 这个就在告诉我们 就是宇宙在运转 阴阳运转变化 生生不息 演化出万有 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由道演化出来 所以 当我越深入去体会大自然的浩瀚伟大 大自然的法则之后 我觉得老子智慧真的非常高 所以再重新再把道德经再讲一遍 让大家可以深入浅出的应用跟了解 把道德经深入浅出的讲出来 让大家以便于可以体会跟了解跟应用 应用出来 我们要了解一点 你要真正找到生命的究竟归一处 一定要来到以大自然为师 正确而言 所有的善知识都是协助我们去以大自然为师 释迦牟尼也是这样 所以他讲的是活生生的大自然的法 老子更是这样 所以都不是说引导到后来 然后引导让他成为超级大偶像 要你追随他 不是这样啊 所以当你了解之后你就会感恩天地父母 当你了解天地父母是什么 你就会感恩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认为那是迷信啊 那是宗教信仰 那是迷信 世上不是的 因为你的生命存在 你要一直的往上去探讨去追溯 你要清楚的了解 我们真正的天地父母在哪里 天地父母是什么 你才会真的感恩 好 现在我们回归到实相 来看 这个就是老子所讲的道 宇宙的本体 就是佛教所讲的空 鲁家所讲的无几 天主教基督教回教 他们为什么不立偶像 不立偶像就是要让大家直接去跟这个无形无象的宇宙本体来直接连接 这个就是直接要去跟宇宙本体无形无象的这个道 空来直接连接 那宇宙的运作它会自然的从道从空生妙游到生一 这是在诠释到生一一生二那过程 到生一一生二银河系出来了 银河系出来了 整个大片的星云出来了 然后二生三太阳系也出来了 有太阳系出来之后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有宇宙本体虚空 有太阳有地球 这是太阳系 我们的太阳 太阳跟地球 这就是一生二二生三 当整个这样的大自然的配合 有虚空又有太阳又有地球 三生万物 所有的万物就陆陆续续的产生出来 山和大地日月星辰 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 就这样陆陆续续出来 我现在是在讲我们每个人真正生病的源头在哪里 所以当你会看懂 道在哪里 天地父母是什么 这时候你整个的生命品质就会不一样 你就会找到生命之神了 你就会找到生命之神了 现在讲到这里 你们对生命之神有没有越来越清楚 有没有 很重要 但有的宗教他们拜无形无相的这个上帝 至于有相的三合大地 很多宗教人士他们就不以为然了 他们就否认了认为这个不重要 这个没什么 孔海把这个也都连结起来 因为《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道有显像跟未显像 显像出来的三合大地日月星辰 他们是不是道 都是道 所以 如果你只追求探讨信仰这个空无 无形无相的 那你否定这个有形有相方面的话 你一样很难找到真正的上帝 所以为什么德里莎修女 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觉得上帝抛弃他 他还没有跟上帝在一起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所了解所信仰的 只是在无形像方面的 至于有形像方面呢 没有人引导他 所以就会觉得 平常日常生活中 这还不是啊 这个不是啊 所以 我为什么很佩服老子的智慧 他把这个宇宙本体跟有形显像出来的 他都把它合一 所以他《道德经》第一章 就已经把这个清楚讲出来的 两者同出而亦明了 所以你要找到道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生命之神在哪里 你要看到宇宙本体 空跟现象界 显像出来的三合大地 那你要进一步去探讨 这些跟我生命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所以 这个就是前面大家练过的 来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遍 你就会越清楚 孔子说 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生命之神 必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是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是每个人生命的源头 也是生命的究竟回忆处 过去生我养我 现在未来都如此 你要找到生命之神 这个跟信仰无关啊 不是说你信 然后他才这样做啊 所以希望大家来到超越宗派 超越宗教 超越信仰层次 并不是说宗教不好 宗教他有协助我们去探讨 去追求真理是不错 比如说圣经 他所讲的里面的真正的那个生意在哪里 你要去找到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如果是真正的神 真正养育我们创造我们的这个神呢 生命之神 他是过去跟我们在一起 未来现在也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不可虚以理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你要去找到 什么是过去跟我们在一起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而且又是生我 养我 再养育我的生命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如果没有他 生命就不存在 你要扣住这些原则去找 你才会真正找到生命之神 与生命之神合一 你的生命才会真正大安心大自在 这个就是佛陀所讲的涅槃彼案 涅槃彼案就是这个 基督教天主教所讲的回归主怀 安心自在就是这个 回教所讲的找到真主也是这个 你要真的找到 你才会真正大安心大自在 所以这是所有宗教 所有人的终极目标 但我们要清楚要知道 他是平等对待所有人 所有宗派所有宗教所有宗族 道都是平等对待 并不是说特别对待某个种族 特别对待某个宗派宗教 不是这样的 他都是平等对待 这方面请大家好好去参入 好好去找 你就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之神 每个人你要真正安心自在 你一定要找到 这个无关宗教信仰也不是迷信 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回到实相来 回到日常生活中来 因为也许有的人他认为 那个是属于宗教信仰 那个是迷信 我才不去信那一套 我们回到实相上面来 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探讨 有关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宝宝 小宝贝当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会用这样来解决吗 会这样吗 对不对 你有沒有玩过这样 有没有 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小时候 婴儿时期都有过 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或是你在发芽的时候 牙眼会痒 我们也都会这样 最重要是因为想吃东西 嘴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往往会用这个方法 他在告诉我们 这个叫做什么法 方便法 这个叫做一指禅功 你看用这个一个手指 那就可以让自己不会哭 这个就是自一指 好 那你这样 你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吗 能不能 不能 这个叫做方便法 它可以解决你一时的问题 但没办法真正根本解决 所以要解决肚子饥饿 你还是要吃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食物可以吃 这个食物只是一个代表 只是一个表征 如果没有食物可以吃 你会不会死 会不会 不会的请举手 有没有不会的 那大家好去体会 前面有提到 没有这个元素 我们生命就会死掉 那你能不能去更进一步体会 原来这个食物就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之神 原来食物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你看他大概两岁三岁 还吸着奶嘴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省力 这是什么法 方便法 如果你否定大自然 否定法界天地父母 否定这些 你如果这个不重要 我只要这个就好 我只要一门深入就好 我只要一直吸这个就好 我跟很多修行人 跟一些佛教徒或是宗教人士 跟他们讲 要回归看到大自然的奥妙 很多人都否认了 嗤之以鼻 如果那个不重要 那个不重要 就好像你把这个否定掉 这个食物不重要 那个跟我生命不重要 我只要仅仅用一个法就好 你能够真的解决问题吗 所以他没多久还是一样 要拿下这些 然后吃真正的 天地父母的奶水 这一章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我们小时候 我们婴儿时期都要吸 妈妈的奶水 我也是这样长大 空海就像这样 对啊 好 那我们长大之后 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吃东西吗 我们小时候吸的是妈妈的奶水 长大之后我们吸的是什么 天地父母大地的奶水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看到活生生的法 我们精进用功 但是吃饭这个没什么 这个只是因为业障深重 我才需要吃这些东西 不得已我才要吃这些 无奈我才要吃这些东西 如果你这样 你看天地父母在养育我们 我们吃这些东西 你有去感恩吗 所以当你慢慢深入去了解之后 你会体会到 这些饭菜原来都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很多人认为 那个神应该是多么神奇 多么奥妙 在某个特定时间 某个特定情况 他才会出现 一定都是金光闪闪 特别什么样的样子 那才叫做生命之神 我把它变成显像普遍化 普通化 实相化 很多人就不以为然 排斥 但我们回到实相上面来 孔子所讲的 道不可虚以理 可离非道也 还有生命之神 他一定是生我们 养育我们 而且从来不会离开我们 现在我们来先扣住这个 养育我们生命 支撑我们生命的 竟然是食物啊 这个你能否定吗 你信不信 你无神论也没关系啊 你无神的人 难道你不需要吃食物吗 所以很多学者专家 他认为 我不信那一套 你们那是 那个不正确 你不信 然后难道你不需要吃东西吗 在空海的心目中 食物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就是道 就是道的显像 就是上帝的显像 这是天地父母孕育出来的奶水 这个不是说信或不信的问题 是明或不明的问题 你不明你就认为 这个没什么 我只是吃一些物质 你不明的话你就糊里糊涂地吃 你也会活在不安的世界 所以 连吃饭你都可以见法 如果你真的了解天地父母是什么 连吃饭你都可以很感恩 你都可以见法 你都可以找到天地父母与之合一 所以我们把食物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 一样啊 当下 大自然天地父母的奶水进入我们的身体 又跟我们的生命合一啊 天地父母的奶水养分 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才能够活着啊 没有那些偶像 没有那些神像 你还可以活着吗 没有这些食物你怎么活着 所以 当我越深入体会 当我越深入观察之后 当我在吃饭的时候 就是感恩 吃饭的时候 你就是与道合一啊 与神合一啊 与生命之神合一啊 你要到哪里找到 眼前的食物 都是啊 你要到哪里找上帝 回到很现实的 日常生活中 最重要的元素 来探讨 这就是上帝的慈悲大爱 显化出来的食品了 这就是生命之神 这就是道 老子所讲的道 演化出来的 能量 食物 让我们这些子女 大家可以得温饱 生命能够生生不息 当你好好去体会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都会感恩啊 都会感恩啊 如果你没有深度去体会 很多宗教修行人一样啊 修了几十年 还是不知道 这个就是道的化身 这个就是空的化身 这个就是神的化身 所以还到处去找 找不到道 所以你习惯性否定的 却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观念之间错误的话 你就是把真正最重要的元素 你就习惯性把它否定 那你习惯性把它否定 你到哪里去找到真的呢 希望大家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 来切身的深入体会 去找什么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 什么叫做天地父母恩 以后请大家 在吃饭吃菜打饭打菜的时候 请你用心灵去感受 请你好好的去体会 这些食物哪里来 有的人也许就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农民他们所种的 农民很辛苦啊 我们感恩农民然后这样就够了 我们用钱买这样就够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生命就会看得很肤浅 有一句话我想这个发音 稍微跟大家再讲一下 谁知盘中孙 那个字要读孙不是餐 餐是错 他原来的字就是孙 孙就是食物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那是古圣先者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所吃的饭菜 它的来源是要经过很多的因缘 很多的善心善缘俱主 我们才有这些饭菜可以吃 我们在吃饭菜的时候都要有感恩的心 当你有感恩的心 然后进一步再去探讨 这些食物 这些米饭 我们一般都只认为是农民在工作辛苦啊 但是农民他们把这些秧苗插在哪里 这些五股丰收 稻米它是怎么长出来 我们有丰收的稻骨 我们能够丰收 但是请大家要进一步再去探讨 我们说要饮水思源 如果你只看到农民的辛苦 而不知道往更深入的源头去探讨 你就看不到什么叫做天地父母了 也就是说你看了层次 有的人他连这个层次都看不到 他认为我很厉害 我用钱买的 为什么要去感恩 那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更肤浅 如果你能够看到农民的辛苦 谁知盘宗孙 历历皆辛苦 农民的辛苦 还有很多因缘的巨组 这个会有感恩的心 但是如果只看到人的这个层次 那又是卡在这里而已 你看不到天地父母的奥妙 你就找不到生命之神 你会认为食物它只是一些物质而已 这个没什么 当你在深入去探讨 我们吃的那些米饭是怎么来的 原来农民他们是把秧苗插在哪里 插在大地上面 记得我们的食物所有的来源 只有天地父母能够提供 真正的源头 如果你离开天地 你还能够变化出食物出来 你说我修行很厉害 我修行很高 我是大成就者 我法力无边神通广大 你能不能说不靠天地 然后你能够无中生有变化一些食物出来 能不能任何什么在修行大成就者 在什么神通广大的 如果你不靠天地父母的助援能量 你能够无中生有变出什么东西吗 不可能 所以所有在怎么会变化魔术 在什么神通广大 全部都要靠天地父母的能量 天地父母的养育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元素 却被人类把它忽略否定 真的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要去看 隆敏是把秧苗插入大地里面 如果这个大地它是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怎么会让这个秧苗长大 没有生命怎么会让秧苗变化出食物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对事情要看得更深入 所以跟大家勉励 就是我们对生命实相 真的大家要像大学里面所讲的 来到格物置之 格物就是你要很深入去探讨 但不要只停留在表层的物质层面 你要深入格物置之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 原来我们所吃的食物 全部是天地父母在化育 这时候你才会真正找到生命之神 你才会真正的感恩 你才会了解生命生从哪里来 你也才会真正的大安心大自在 当你越看越深入了解整个法界大政的奥妙 你会体会到释迦牟尼所讲的 缘起甚深 若见缘起则见如来 那个缘起则它就是要深入去解析 深入去了解深入去观察 不要只是看得很肤浅很表层 你看得很肤浅很表层 就会我慢不断 当你越深入去了解 你就知道大自然太奥妙了 大自然太有智慧了 大自然大慈大悲 养育一切众生 我们那个自我 我们那个小我才会沉浮 你在无孕身心里面怎么修 你还是一样了 用我慢再断我慢了 用自我再修无我了 因为这些过程空海经历过 后来才发现 人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去读懂 没有真正去看懂大自然的启示 没有读懂大地风云经 所以才在苦海里面浮沉 才找不到生命的究竟归一处 当你了解了 当你真正回归法界大自然 很客观的去探讨真理实相 你就会清楚的找到 生命之神在哪里 我们的生命是靠什么在养育 为什么我到处我看法界大自然 我到处我都很喜悦 因为我看到天地父母的大慈大悲大爱 在养育一切众生 然后又是生而不由 为而不适 长而不宅 功成而不拘 天地父母在化育 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食物 所以天地父母 它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功劳 但是很少人去感恩 希望大家要会看 看这个活生生的法 从我们生命必须品里面去找 去探讨 因为你的生命就是神 来 请大家好好体会 你的生命就是神 为什么 我们就是道之子 我们就是道演化出来的 好 你的生命就是神 那支撑你这个生命存在的 一定是神的元素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大家 你修行要解脱要安心自在 记得要扣住这个生命 能否存在的元素去探讨 如果没有这个元素 对我生命没有威胁 不会说因为没有这个元素 我生命就消失 就活不了 好 那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方便法 这样知道吗 如果没有这个元素 我的生命就不存在 没有这个元素 我的法身会病就不存在 你就知道 这就是你生命要找寻的 究竟鬼一处 当你越深度去探讨之后 你就会很震撼 处处都会很喜悦 因为你发现 天地父母在发育 而且呢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离开过天地父母 有没有 没有 好好去体会啊 我讲的天地父母 天就是虚空跟太阳 地 天地父母 所以父母是一个 让大家更清楚体会 天就像父亲 地就像母亲 这样的配合 这样的孕育 让我们才能够活着 那你要深度去 体会 深度去思维 去找寻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 离开过天地父母 什么叫做道不可虚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因为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如果这个上帝真的是 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生命之神 他过去创造我们 现在也必然 生我 养我 育我 不会离开过的 你能够这样的话 哇 你就很容易 你连吃饭的时候 你都会充满的感恩 你的吃饭 你的工作生活 跟以前就会不一样 才不会像以前这样 边吃边抱怨 然后还在那里不断的制造 悠悲恼苦 不断制造冲突对立 所以从此 你整个的生命 都会升华上来 会充满的感恩 一定会越来越安心自在 因为你终于找到到了 找到生命之神了 找到虐盘彼岸了 找到究竟归处了 这时候不管你怎么生活 怎么工作 做什么工作 你都安心自在 你内心里面会充满的感恩 进一步你也都会回馈 乐于去服务 乐于去回馈 所以希望大家早日读懂这一部 《大地风云经》 早日找到生命之神 这样讲你们可以理解吗 我希望大家 能够有前面的课程的文师基础 让我们校正很多的观念 再来进一步 你要在生活中 力源对境中 去求真求证 不是只是听了之后 然后就只是在脑海中 里面思维在哪里想 如果你光只是想 而没有去实际的力源对境中 去求真求证的话 那这样你还是一样 只是抽象的观念之见 所以听了课之后 然后要进一步去消化 去思维去消化 再来进一步就要在生活中 力源对境中去求真求证 当你能够这样 你真的你可以很快 找到生命之神 你才会了悟生死大事 还有我要说明一点 这几天这么认真在做 我不是为了业绩 空海市无条件无所求 对大家有益的话 能够协助大家 能够开启智慧安心自在 对大家有益 那我就设法来回馈协助 真的 道不可虚以理 可离非道也 道 过去 在养育我们的生命 现在 也是 未来 不管你死到哪里去 不会跟你离开 你要好好地扣住 这个核心去找 你才能够来到 到哪里你都在净土 到哪里你都安心自在 这样了解吗 好 感恩大家 谢谢